腹痛想吐甚至痛到火烧心 小心慢性肠胃病已早上寧 一名16岁的男学生 这两个月每天早上醒来都会腹痛 经过胃镜检查 发现既然罹患12指肠溃疡 伪伐炎 胃食道逆流等等多种症状 另外也有17岁的学生 每到半夜就胃痛 肚子饿时还腹痛持续两周 这些全都是幽门感军惹的祸 当小孩的胃的不舒服 包括有肚子饿痛 或者是吃饱饭或脏痛 或是半夜的胃酸 或半夜的咳嗽的时候 可能跟他的胃有消化性溃疡会有关系 那这时候可能他的治疗需要比较长期 在台湾有将近55%的成人 以及21.5%的15到18岁的青少年 感染幽门感菌 专家提醒若有上腹痛 容易恶心呕吐或是胃胀 就要特别注意 小孩子如果是肠胃 我们说肠胃失调或症状 它会在肚脐周围 所以会有时候说 小孩子如果告诉你的肚子痛 是在肚脐周围的话 大部分是肠胃 这个胃 就是小肠或大肠的问题 但是如果告诉你在胸骨下方 这一带的话 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胃溃疡的问题 由于青少年学业 考试压力大 很多人饮食不规律 饮食建议 想远离肠胃疾病 就要避免刺激胃酸分泌增加的食物 像是咖啡 茶 气泡 饮料或是甜品 一旦出现症状 就要赶快就医 才能够彻底根治 记者顾餐友 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